新北市政府在两年前到万里区设置了公共托老中心 27号万里托老中心就举办了年度成果展 现场老人家的子女们还感动的分享爸爸妈妈来到托老中心 从羞涩到迫不及待每天都要来的回馈 让托老中心的志工与老师都获得满满的鼓励 为了让偏向的长辈得到完善的照顾 新北市府在两年前来到万里区设置公共托老中心 由建会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来协助开课照顾长辈 今天万里托老中心举办年度的成果展 长辈们的子女也纷纷来现场给予公托据点感恩的回馈 感谢公托的志工与老师们协助照顾自己的爸妈 让父母越活越健康 我觉得非常的惊艳 我的妈妈呢可以跟这边的同学互相在这边跳舞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是我印象不造成的 很远他平常在家里呢 况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今天为了来这里他很开心 就想说要去赶快洗个头发 我最压力的是他在那边可以跟人家聊天 这是以往从来都不会发生的事 然后会分享说大家的学生 那这个上次有个趣事啊 还有老师啊主任啊 还有慈善啊 大家都很超过他 所以我们很感谢说 借会这个节奏 那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也参与到老人家的生命运程 那我想这个东方的讲明啊 有非常多的活动内容 那我看了老人家的笑容越来越多 精神都维持得很好 然后也就有一些活动里面参与了他们的故事 这样的人生经历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经历 那今天主要我们就是一个是 谢谢大家来 帮我们庆春一下就是我们两周岁了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连接了外部的资源 来做一个我们家希望能够有舞盘的这个表演 一个人梦的计划 万里脱落中心每天都准备不一样的课程 带着长辈们运动也动动脑筋 除了子女们的感谢长辈们也都给予身心都年轻许多的回馈 更自主一个千岁舞团要来跳舞表演给现场的嘉宾欣赏 让现场的气氛都活络了起来 这样子的东西是从老人共产开始 然后共产开始之后呢 就一步一趋的给我们知道 之后呢 营法基督部 我们很多的里长 很多的设计里长就开始营法基督部 一下子从一个基点多个基点到后来呢 最主要的最后更老人家的尊重就是我们脱落中心 就是因为营法基督部共产不够 还有整个关怀基点整个社区 整个里林办公的部分呢 来做到一个区的脱落中心 万里区长表示多年前市长朱立伦毅然决然 就要让长辈们多多走出户外作伴在一起 起初从共产开始 接下来与社区里办公室资源连结 将点线连结成面 有了公共通道中心 让长辈们有更多生活支持 越活越健康也越活越年轻 记者廖平安万里采访报道 记者廖平安万里采访报道